哈喽大家好我是翔子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人类为了激发大脑的智慧利用鲨鱼做研究的故事 没想到的是鲨鱼智商提高了把这群做研究的人都吃光了电影深海狂杀 故事的开始就是两个渔民在捕捉鲨鱼 这就是传说中的鱼翅吧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可是接下来他们却碰到了结伴而行的鲨鱼 鲨鱼想来都是独来独往的 结伴而行就有点不同寻常了 不同寻常就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鲨鱼攻击了他们 他们两个都被吃掉了长篇太血腥了就不给你们多看了 然而这些鲨鱼也都是人类圈养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出来的 看到没还是非常听话的 这个是我们的女主大伯妹 这是我看电影了一个绝对配得起大伯妹称号的一个大伯妹 也是个海洋生物学家专门研究鲨鱼的 然而有人找出了他 大伯妹本来就很喜欢研究鲨鱼 而且给的头脑还那么高 他没有办法拒绝 钱真是好东西 承认了鲨鱼也就是他们养的做研究的 鲨鱼居然在电网下面挖拉个洞逃了出去 这智商不比人类差了 不过这些鲨鱼他们现在还可以控制 大伯妹他们几人都是花高价请来的 肯定要工作了也就出发了 研究基地在海的中央 看起来这个研究基地就如同一个公共厕所 可是里面却是别有洞天 大伯妹进来之后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公牛鲨 就是比普通鲨鱼厉害100倍的鲨鱼 都是大脑黑养的 用鲨鱼来做实验 用药物来提高鲨鱼的智商 如果可以成功 人类的大脑已经被开发 大脑黑很有成就感 他可以控制这些鲨鱼 也就在大伯妹体验了一把 关键时刻一按按钮鲨鱼就会掉头 这批装的毫无瑕疵 这些药物大脑黑已经在服用了 好像真的可以开发大脑 大脑黑在手下告知大脑黑 鲨鱼已经逃出去吃人了 大脑黑在听到鲨鱼在电网下面挖拉个洞 逃出去吃了人又回来了 非常高兴 鲨鱼还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智商已经提高了五所倍 大脑黑一点都不在意鲨鱼吃了人 这是他的伟大研究 大脑黑名言实验再过两天就会结束 这里的周围全部安放了炸弹 再过两天研究成功就会把这些鲨鱼全部杀掉 可是大脑黑不知道 他的秘密谈话全部被鲨鱼听到了 第二五的确在鲨鱼身上产生了效果 智商提高了一千倍 现在一点都不比人类弱 不若有人类 人类想杀他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鲨鱼已经明明的先下手为强了 利用游艇干方的平台 两个大油箱全部流进了海里 直接把电干没了 现在的鲨鱼也把这些人全部杀光 你们一个都不想活着出去 不停的在撞击的这个地下实验室 已经开始进水了 摄像头全部给吞了 根本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 而且鲨鱼在这些人的监控下 已经生下了很多小崽崽 智商提高到了什么程度 已经懂得自我保护繁殖下一代了 这些人想要逃出去已经很难了 水已经大量的流入了 现在的大鲨鱼还不能进来 可是小的可以 这些人被大水冲散之后 就遭遇到了小鲨鱼的攻击 这种死法就如同千刀万剐 还不如被大鲨鱼一口干掉呢 一口一口的被小鲨鱼吞食着 大伯妹和大老黑这边找到了出口 这边可以从梯子爬出去 也是唯一的出口了 可是大伯妹很想救其他的人 大老黑就无情的把门干坏了 大伯妹再想出去就难了 这些跑龙套的个个都被小鲨鱼攻击着 都是千刀万剐的死法 场面太写行了就不给你们多看了 恐怖的气息都是由炮灰来制造的 女主大伯妹肯定不是那么容易挂掉的 成功的逃了出来 只剩下四人了 其他人全部都被干掉了 可是逃出来只是多喘一口气而已 整个实验室马上就要沉下去了 众人只能先游到小船上再想别的办法 这是一场比拼性命的游戏 游慢了就会被吃掉 大老黑在奔往小船的时候 就被自己的儿子无情的干掉了 山鹅终有暴 大老黑不想杀鲨鱼 鲨鱼也不会杀他 成功逃出的只有三人 最后也引爆了炸弹 可是真的就把这些鲨鱼全部解决了吗 很明显也没有 接下来怎么处理就是他们的事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圈养的 养不好小命就没了 眼脸猫啊狗啊多好 好了电影到这里也就解除了 这里是箱子的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点个赞吧